一人民的名义 作为近十来年少有的大热剧这该电视剧自开播以来 不仅获得收视狂潮 而且引发了巨量的议论 成为街头巷尾的聊天话题 你挺俊了沉稳的路易 还是优雅之性的胡静 或者坚毅之路的吴刚 还有老练深沉的张志坚 你对这部剧哪些桥段印象深刻 认为哪个人物刻画最成功二百六元 作为良心剧指该电视剧开播并不平顺 但保持了原著的精髓 获得了一致的赞扬看懂这部剧 就等于看懂了半个中国的国民特性 因为它是从这个国度的根部长起来的一棵大树 是不是心里感觉沉甸甸的有一些东西 触动了心灵深处的某个角度 三北拼无战事编剧刘和平 打磨七年的精品 他深谙戏剧和历史 善于用对话来推动剧情发展对话 张力十足这部电视剧 在引发官剧热潮的同时 也引起史学界的再探评价 其达到了历史研究的 朱穆朗马峰是不是感觉台词很到位 你印象深刻的台词 有哪些四郎雅把正午阳光都愧是电视剧界的标端企业 其制作的大部分电视剧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战剧 能从众多古装剧中脱颖而出 胜出必有所掌棋的同领域作品中 有所突破超越了宫斗剧的侠爱格局高远 是不是感觉画面很清新尽忠 是不是很飘逸 谷歌是不是很洒脱 武风帐柳玲珑总是与众不同 甚至见走天风在这部电视剧中 舍弃了很多套路正要先将魔鬼英雄急于一身 用大半生时间与前夫特务周旋 忍受了无边的煎熬 最后躺在病床上一边敬礼 一边看声国旗让人几度落泪看来 武风捉影不都是贬义词 在这部剧中就上演了一场好戏 六百叶追凶国产 推以悬疑巅峰之作 作为网记手法纯服信息量巨大 行动干净利索情节 不托踏出注水潘月明 凭借在本剧中的破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